生肖马,书马的女生喜欢冒险,自身也有着感与天空是比高的闯进和冲进儿,青春活泼的她们就是男生心中的女生啊,虽然也经常闯祸,但依然挡不住她们周身散发出来的光芒,被生活打磨多年以后,书马的女生心态更加平和,也更显得从容不破了,浑身散发出一种智慧之心的味道,她们注重打扮,眼光犀利。 生肖马总是能挑到最适合自己的东西,她们无论多少岁都会是一个迷人的女性,活在热情中的她们不忘保持自身的锻炼和保养,时刻保持活力,替色好身材家的女性,和异性接触落落大方,言语风趣幽默,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,都觉得她们十分好相处,因此越老越有魅力。 生肖鼠,叔叔的女人生来自带一颗少女心,不管怎样的年龄,她们的心都能保持少女般的活力。 所以,她们的身上会自带一股属于少女的娇妹,即便她们什么都不做,那份娇妹都会始终伴随她们。 年华逝去,她们的容貌很少会出现严重衰老,更别提有少女心,充沛活力的加持,依然能够吸引一众身边人的喜欢了。 叔叔的女人温柔贤淑,安静典雅,她们说话轻声细语,动作轻柔舞类,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有魅力。 而且她们特别善解人意,总是喜欢为身边的人排有劫难,所以生肖鼠的人缘也非常好,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。 她们会收获一群之友,不仅每年生活丰富多彩,桃花蕴也是非常不错,属于典型的越老越吃香。 生肖狗,生肖狗的女性,也不像一些生肖女那样爱打扮自己,让人一看见就觉得十分漂亮。 见之旺俗,但是生肖狗的女性,会越看越好看,越看越觉得她们越得很不错,有一种亲戚友好的感觉,有一种气度温华的味道。 生肖狗女人有一点完美主义倾向,就算天生不完美,也会努力让自己变得完美,将自己越来越有美女的气质和资本。 所以她的人生也是越成长越美丽,而且有着较高的品位,属养女人一温和的气质,不去外徒劳无功的事情担忧烦恼,日子越过越滋润,满年的福气大大的好。 新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